秀林乡南区民众很关心的同门部落灾后附建民隧道工程 行政院在109年的3月31号核定了 华林县政府预计在7月份要发包动工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伯表示说很感谢秀林乡公所 华林县政府还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帮忙 让族人期待已久的安全回家的路终于要实现了 华林木骨木与生态狼道渴望修复了 行政院也在109年3月34号核定 华林县政府预计在7月发工动工 秀林县同门村木骨木鱼在2002年开放观光 摆设大理石峡谷印的碧利吸水当中 拥有小天响梅雨 一年吸引了2、30万人来再次造访 其实后来部落因为大量9人坐小巴士 进入认为影响的环境 就一直能够徒步进入 还是阻挡不了想要赏识的游客 在2016年10月1号主要连外道路 同门1号桥隧道摊坊 造成游客连同村民150人受困之后 断路风山资金已经3年多了 游客只好转到附近的翡翠谷来玩水 许文县下面代表蔡卫会表示 相当感谢许文县公所 华林县政府和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协助 让住人们期待已久安全回合路终于要实现了 关于这个同门隧道 几年前崩塌到现在还没有修复 但是各级政府各级长官都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关心 上个礼拜五 公共工程委员会的激赠 特别来跟我们老百姓宣布了 这条路啊 很快就大概今年年底就可以花包动工 总经费是一亿八千七百五十八万 我想这么庞大的经费 难怪我们一直争取了很久 才好不容易啊 几年后终于定案了 这个里面啊 我相信我代表老百姓啊 要感谢特别特别多的人啊 我们王玫瑰乡长啊 也陪同过我们工程会会的主委 主任委员啊 吴主委啊 也亲自到我们山上来啊 沿路爬山啊 这个地方路况非常不好 而且很危险啊 但是我们乡长还是陪同主委啊 亲自现场勘察 那另外我们代表会的主席 也一直关心这个事情 还有其次我还要感谢 我们县府当时在做这个规划案的时候 先拨了一百万做这个规划经费 所以我要特别谢谢我们县长 徐县长还有我们的田医院 一再的在促成这个隧道的工程 能够赶快的在后修复附建 然后最后最近啊 在那个孔立委的协助 还有工程会主委 吴主委的协助下 终于报到行政院 核准下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啊 特别代表我们老百姓啊 感谢各级长官 各级政府的协助 希望啊今后两年后 如果完工的话 我相信老百姓 行的安全也比较重要 那里面呢 隧道里面呢 后面呢 还有五六个台湾电力公司的发电厂 我相信对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总之我代表老百姓啊 要谢谢所有的长官 所有的政府 谢谢 由于木骨木医生态栏道里 有足人的土地 种植农的产品 也是由客来 欢迎来这里探索的好地方 封闭三年多的时间 今年年底明确到修复之后 也将会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记得终于收藏不到